关心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17号和第一夫人吉儿 到了德拉瓦州跑选举行程 不料却发生了车祸 幸好拜登跟吉儿安然无恙 事故的现场可以看到一辆白色的轿车 撞上了拜登的座车 安全人员上前查问轿车驾驶时 还把手放在了裤子口袋的枪支上 保持高度警戒 而其他的特勤人员 则是赶紧护送拜登夫妇离开 这一天拜登夫妇在跑完行程之后 在德拉瓦州的竞选办公室 跟助选员们来进行餐会 拜登夫人才刚离开这个办公室 就遇上了车祸 而拜登的座车并没有直接的受到冲击 两个人已经返回到华府的家中 你好 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